空间摄影与引用 翁彩虫老师讲述 大家好 这个单元跟大家谈设计元素的一个再探讨 增加的这个单元呢 最主要是跟大家提供说 在一个摄影的一个环境里面呢 实际上无论你是在空间摄影 户外摄影或者是人物摄影 任何一种摄影的领域 其实跟我们设计上面是绝对脱离不了关系的 那在我们设计领域里面 只要是设计人 其实有一些基本元素它是存在的 包括美学的一个运用 包括对于环境的一个认知 包括美学的应用 包括对于环境的一个认知 他们都有一些基础的一个关系性 虽然我们都知道说 设计它并没有一定的一个法则 或者是正确的一个方向 告诉你说这一定是对 这一定是不对 那是多年来我们遵循了某一些基础的原则 一直在往前走的时候 我们可以让自己进步的更好 所以其实对于美学这样子一个设计元素的时候 你可以去做某一些的执着 那某一些的创作 那所以在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去跟同学谈的是一些基础的设计元素之下 你的某一些部分的再思考 那同学可以因应这样子一个单元 去做一些不同的变化 那我们谈摄影的设计元素 其实跟任何空间的一个设计元素 或者是美学广告等等设计元素 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们把它跟摄影学上面的一个美学元素 我们把它统合成这几个 以下几项 那我们都知道嘛 基本元素 我们在学校学设计的时候 一定是点线面开始嘛 所以当然 摄影学元素里面 开始当然就是也是一样 点线面 线条 有了线条以后有了形状 有了形状以后会有形体 会有形体 平面立体 有没有 立体以后我们会期望说 我增加质感 增加质感以后 我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 然后这个变化包括图案 包括色彩 所以其实它的概念整个是一致的 就是说我一样是从感觉一条线开始 再过来呢 它有一个形了 再过来我会希望它是一个量体 然后有了量体以后 也不是给我看一个体而已 我希望有感觉 那创造的感觉 后面就有附属很多东西 我可不可以有一点缤纷 所以你看 早期我们的 早期可能你的 最早最早的相机只有黑白 有没有 后来开始有彩色的时候 是咖啡街 有没有 然后再过来就是有色彩了 有了色彩以后 我们就开始要求说 我的画素要高 我的显色要更好 我的CCD要更饱和 有没有 所以其实它的要求 它是一致性的 所以人类一直在进步 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会有一些期望 希望某一些美学的元素 被我凸显 所以我们就会去研发 好 所以一开始呢 我们就线条跟同学谈 线条 你可以在圣学的领域里面 你可以拥有很多各种不同的线条呈现 那一般也有一些基本原则 第一个基本原则 如果你是细线条的话 基本上我们看到它的时候 认知它是柔美的 它是并奄奄的 就是说它一条线条 它可以是正向的 它可以是反向的 一条小小的细线条 你说它好柔美 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它可能是没有力气的 第二件事情 如果你是粗线条的话 这个时候 它不柔美 它可能让你觉得非常的稳定 它是可靠的 有没有 但是呢 它会具有病态的严厉 你说这怎么讲 请同学想一想 之前的单元里面 有没有 曾经有同学拍过一张照片 后面是海天遗色 前面是两条铁丝 你记得吗 那两条铁丝就让你觉得说 在那整个画面的构图 非常的稳定可靠 但是你就会觉得 哦 看起来好严肃哦 好像硬生生的就破坏了一个 非常柔美的海岸线 所以这个东西 同学可以去思考说 生活中我到底看过什么样的照片 什么样子的环境 呈现什么样子的感受度 那 敏锐度 就是培养一个学设计的人 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要诀 那第三件事情 说 曲线的话呢 曲线 你可以想到什么是曲线 扬长小径 有没有 它就是柔软的 被代表宁静的 婉颜的 有没有 好 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线 锯齿线 直线 这些是属于比较偏向战争工具类的 就让你觉得强而有力 但是非常具有 锐利的杀伤性 什么时候在看到这个东西 梯田 有没有 梯田 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很多锯齿线或直线的一个组合 OK 好 那你就会觉得说 它是规矩的 它是被框架的 OK 好 再过来 线条跟紧框中 的一个构图练习 这个时候 同学就可以开始去思考 在我这个框框里面 我怎么样利用线条去构图 那这也是我们在谈摄影学里面的时候 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概念 你要去构图嘛 那线条在一个框框里面会产生一个互动关系 什么样的互动关系 我的视觉会延伸 有没有 我如果切斜线的话 视觉会被延伸 现在中间断落了 会有一个断落的期许 那这个 当然线跟线之间 分割的比例 在一个框框里面 利用一些有形无形的线 分割的过程 我们就希望你要去追求比例 追求方向性 比例是什么 一直在告诉同学 请你去抓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不要去抓二分之一 因为三分法 你会让它创造 律动 美感 二分法 你会过于僵化 比较缺乏期许性 对不对 前面讲过 再过来 斜线的创造 就是你改变取景的角度 取景的方向 你可以去创造一些斜线 有没有 课程讲过 再过来 线条以后我们走形状 什么叫做形状 有了线条以后 就会有轮廓 所以形状是轮廓的基础 要注意下面 两个要素 怎么样 什么情况之下 会形成轮廓 利用光源 有没有 光源 光源两种最基础的 顺光跟逆光 主题会最清楚 清楚什么 清楚 形状本身 清楚 形状本身跟周围之间 强烈的对比 反差 或者 或者 环境的强烈感 有没有 好 形状本身会被跳出来 跟周边环境做呼应之间的反差 也就是你看到的形状 好 这句话如果听不懂 其实就跟你讲一句最简单的 请你去创造简影 有没有 好 简影 好 拍摄简影效果呢 日出以后跟日落之前 日出以后和日落之前 形体和质感会被消失 只有轮廓跟边缘 有没有 好 这个前面也拍过 好 简影的效果 它就是一个基本的形状 好 再过来我们跟同学谈形体 那有了形状 它只是一个框架 接下来我们就希望它有厚度 我们希望它有厚度 厚度呢 就是体 量体呢 就是一个三维空间 对不对 同学设计都学过 点 线 面 体 那有了这个体呢 你就可以更确认这个物体的深度 厚度 让这个物体呢 更饱和 更真实 有没有 好 那我怎么样在摄影的过程中 让你感觉不是面 而是体呢 好 当然 一样仰赖光线 阴影的变化 所以在前面我们拍摄的过程中 一直在跟同学讲 哎 你打光线从哪一个角度 打过来的时候 这个阴明面之间 构成的体是什么 有没有 好 好 徐仰赖光线阴影来加以呈现 晴空下面呢 利用侧向光源 来拍摄反差之间的对比 比如 好 人的脸部 你就会觉得它是立体的 如果你的 光线直接从脸的正前方 啪一个去照它的时候 就是好像你晚上拿着散光灯 好 去按下快门 有没有 它的脸是平面的 好 它的脸是平面的 好 这样子你拍这个照片 就会被女朋友打死了 有没有 好 那形体之间会有各种不同的形 圆形 正方形 三角形 长方形 都会让你创造不同的感觉 在我们生活中 我们最常创造的就是圆形的代表性 那圆形代表性会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圆 不是一个正圆 好 那逆光下产生的一个圆形 它基本上是什么 逆光下产生的圆形 它只是代表完整 但是呢 你如果利用侧光去打一个圆形的话 会因为它阴明面的曲线 它会让你觉得 它是感性的 它是性感的 它是有感觉的 有没有 好 所以这个是形体上面的一个魅力 好 有了形体的追求以后呢 我们会期望 还可不可以有点质感 有没有 好 就是说 我有了形体以后 它已经有感觉了 它已经有感情了 我可不可以让感情再浓烈一点 好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又要靠质感来表现 好 质感呢 就是纹理或者是质地 好 纹理或质地 好 怎么拍摄出质感呢 当然不要忘记 好 我们一讲到要拍质感 当然就是微距尽射 好 那质感通常是隐身的背景 在被凸显 借以强调发挥主题 好 好 什么是背景呢 好 阳光嘛 对不对 好 我利用阳光的变化 来凸显质感 好 那什么样的阳光容易发挥质感的主题呢 低角度 好 向光源的清晨末傍晚 最具有质感拍摄的价值 好 当然这个是外环境 你也可以去创造摄影棚环境的质感 对不对 角度一样 有没有 好 色温一样 OK 好 好 下面充分利用微距镜头 你可以创造出质感 好 微距镜头怎么创造出质感 所谓的微距镜头 当然就是创造细微的部分 比如说 沙滩上的沙 窗面上结的霜 这些都是质感的基础条件 再过来跟同学谈图案的部分 好 你有了形体 有了质感 应该也很满足的 好 接下来我们问说你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呢 好 一路走下来这么规规矩矩的我可不可以有不同的感受 可以 这个时候呢我们企图创造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俏皮的时候就会产生图案 好 啊 什么是图案的拍摄 这个重复 但是具有不同形体的组合 好奇怪哦 好 那为什么因为他要凸显 脚皮中的不一样 生活中的对比差异 就是大家都长得一样 但是有一些比较 好 比如说茅茅人海之中你怎么去找到你要找的那个人 好 因为他有一些特质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好 好 拍什么东西有这样子的特色呢 同学就可以去试试看 毛毛雨下面的沙滩上的白色鹅卵石 诶 鹅卵石他经过太阳晒本来是白色的 可是呢当毛毛雨滴在上面的时候 他就开始在每一颗小小的鹅卵石上面 产生一些不同的斑驳的一些差异性 所以当你整片图案一个拍起来的时候 诶 他是可以去寻找特色的 好 还有什么呢 黑历石和白色羽毛之间 白色羽毛是稀疏的 对不对 他放在黑历石之间 羽毛的这个细微 跟历史之间的间隙 产生了一些不同的图案分割形状 有没有 再过来 下雨 下雨了以后 你到柏油路面上面去看一看 会有一些汽机车留下小小的油渍 一小颗一小颗一小颗圆圆的上面 有油 有水 有光线 这些油渍之间也会形成特殊的形态 有没有 好 所以是在跟你讲什么 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在跟你讲说 那我就是去拍一张包装纸吧 好 包装纸 具有特色的包装纸 有没有 好 那你就会问我说 那我这些基础怎么设定 好 快门速度当然稍微慢一点 四分之一秒 好 F16 好 镜头 因为你要拍 回距 好 70到180 OK 好 这个是图案的创造 有了构图以后呢 我们会希望说 哎 那 再加一点饱和的颜色吧 或者是颜色在图案上面的变化吧 好 所以我们开始去创造 多样的或者是缤纷的色彩 好 不要忘记前面再跟同学提醒 好 红色是最前进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一些很多时候的情况下 好 我们会发现说 哎 当我要呈现色彩的饱和度 我们最常使用的就是红色 有没有 它是一个前进色 跳跃色 让你觉得它是凸显的 好 所以颜色不要忘记 我们一样讲 有冷色系 跟暖色系 好 好 光线有冷掉跟暖掉不同的时间 好 那色彩呢 我们就希望当我在组够的时候 它不是一个单一色彩 所以我们会期望利用光线的变化 去创造动感的色彩元素 好 好 那色彩只要是用了以后 我们就会期望要具备对比性 那会有一些 那会有一些 创造一些排列关系的变化 好 那通常来讲 浮视拍摄可以具备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拍什么呢 好 你可以拍 哎 彩色吸管 彩色吸管一条一条的 然后不同的颜色 然后它们全部在一起 无论你是放在桶子里面 从上面拍下去 或者是把它摊平了 在桌上拍 好 这些彩色吸管 或者是水果摊上面 缤纷的水果色彩 好 那这些呢 都可以有非常强烈的色彩变化 好 拍摄角度呢 跟色彩的变化合并 会有阳光照射以后 阴面明面关系的一个组合 好 那你可以利用我们设计元素里面的 加色法和减色法 好 为什么是加色法跟减色法 A颜色加上B颜色 它可以减掉它的凸显 或者是增加它的凸显 有没有 好 这个是美学基础里面的 好 依照颜料跟光的一个反射性的关系 去做更多的创造 这个就是色彩的部分 好 基本元素讲到这边 往下跟同学谈什么呢 往下跟同学谈 当你拍摄照片的时候 还有一些其他性的综合元素 综合元素 比如说构图 构图 秩序和架构的一个基础 你到底要让看到什么样子的一张照片的架构 也就是安排的位置 那在一个构图里面 我们时常要求同学 你要去注意框井 你要去注意它的格式 你要去注意每一条线 是不是具有张力 每一个空间的组构 是不是具有平衡性 有没有 构图 第二个 第二个 你要去决定 你在这张照片的一个填满度 填满度 你可以适度的留牌 你可以让它很满 那就是在你拍摄的主体 跟画面框井之间 产生的一个面积 而这个面积会对你的照片产生一定的冲击力跟阅读性 那这个是填满的部分 第三个部分是背景 背景 拍摄照片的时候要非常注意背景 画面背景 是不是会分散注意力 整个背景是不是会分散注意力 那这个部分要很注意的 那尤其是光线上面的变化 好 第四个部分叫做剪裁 好 剪裁的这个部分呢 要跟同学提醒 我所谓的剪裁是前置的剪裁 而不是后置的剪裁 好 所以告诉同学 别利用后置景剪裁 请你在按快门以前呢 完成画面主体的一个剪裁 决定我到底要留多少 要空多少 我想要拍拍出什么照片 好 再过来对比 对比阳光产生主体之间的一个关系 好 对比最强烈的就是背景是黑的 好 主体是亮的 有没有 就可以凸显对比的一个关系性 所以你也可以试着去拍一个人站在一个黑墙面的前面 好 那这个时候人就很快的被你跳出来 他有一个强烈的对比关系 好 拍摄照片的时候呢 要非常注意你是横幅或直幅拍摄 我们都知道大概有90%以上的照片呢 都是横幅拍摄的 好 那直幅有什么特性呢 可以呈现某种尊严气势 有没有 好 想一想 好 一个人站在那里 你拍横的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把它压低垂直性的一个主题 可以让你塞进去这个横框里面 然后去利用周边旁边的一个衬景去凸显这个人 好 但是呢 你如果纵向拍摄的话 这个人的这个某种尊严气质就会被你跳出来了 好 就会比较快速直接 所以你问我说 那什么时候要拍直幅 什么时候要拍横幅 好 大部分的主体呢 在拍完横幅以后呢 请同学可以再多拍一张直幅 去做不同角度的一个阐述 好 那直幅呢 可以让主体跟天空具有特色之间的一个关系 因为它拉长了 好 你可能本来只是拍主体 这个时候你可以拍摄到跟天空之间的一个互动关系 好 有没有 前面我们的照片有看过 好 好 再过来跟同学谈三分法则 尽量不要让二分法 二分法的时候呢 你比较不容易在空间创造上面 创立这个所谓的主从关系 二分法比较没有主从关系 而三分法呢 会具有主从关系以外 让你去表达重点位置 好 比如说什么呢 好 比如说三分法 好 拍一个远景 我一定会问你 前景是什么 中景是什么 远景是什么 好 所以你的三分法要出来 有没有 好 石头 水 天空 好 那这样子的主从关系位置就会出来 你到底把主要的是放在石头面 还是放在水面 好 那这个是三分法的一个原则 让你的画面会比较挑拖 比较突出 好 再过来呢 请你拍摄照片的时候 试着去打破规则 好 试着去打破一些既有的原则 我们很习惯 中央对焦 所以 你一定是把主题放中间 好 不要忘记 我们提醒同学 你可以按半个快门 好 再把主题移离开中间 去做不一样的 动态的构图 好 好 再过来 主题重叠 好 主题重叠 大概是我们在拍摄照片的时候 时常遇到的 好 比如说呢 你去拍 一群动物在草地上 一群牛在草地上 很棒 好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诶 不偏不倚 在你想要的框井里面 有两头牛 好 他们是连在一起的 好 所以他本来是一头牛的体积 他会被延伸成为两头 而这个构图就会比较不美 好 比较不美 因为一群牛在形体 好 在你的照片形体里面 他只是形而已 好 他比较没有办法创造出体的部分 好 所以当形跟形连结的时候 好 面积被扩大的时候 他就不美了 好 所以你就会期望 这样子的重叠的东西 你就会期望 他被分开 有没有 他要被分开 好 那怎么办呢 怎么分开 你大概不会想要去移动牛 好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只能用时间去换取可能性 好 那你等着等着可能什么 太阳下山了 有没有 好 光线不见了 OK 好 所以这个主题的一个重叠 其实 有的时候 我们会去追求 有的时候是不想要的 好 那只能依靠时间的变化 所以我们说 拍照这件事情 其实它是一个创作 但是很多时候 它也是有一些 机运 有一些机运的 好 再过来 你有没有机会拍一些 刻意重叠的照片 当然有 好 好 比如说人跟背景的夕阳 它们之间重叠的 好 比如说 我从窗外 我从窗外往内拍 好 窗外在下雨 好 但雨滴打在窗上面 跟人的眼睛重叠 好 那你可以想象这样一张照片 其实 是属于比较 冷掉系的恐怖照片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去创造 刻意重叠 好 所以你可以发现 在设计元素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是 有一些基础 然后 希望同学去做 更多不同的一个创造 好 好 再过来 框中框 好 前面看过照片 你透过某一个物体 去看另外一个画面 你透过一个圆圈 去看一个海天平面的一个景象 有没有 好 好 前面物体 你的物体不能太抢眼 好 那你要去决定 前面物体这个东西其实不好拍 好 你要去决定它的面积 跟后面主体之间的一个关系 你要去处理 好 前面的这个前景的一个 呃 框中边缘跟主体之间的一个关系 好 所以在前面我们看一些作品的时候 同学也可以看到 哦 我拿一朵花 好 去当我拍建筑物的前景 那这个花面积到底多少 颜色饱和度的关系 好 清晰度到哪里 都可以去影响你结果的呈现 好 再过来 动作构图法 什么叫动作构图法 就是 呃 我们讲到的 好 你去呃 跳跃野车 好 或者是 有一个小孩朝你跑过来 或者是 呃 机车 呃 特技的一个表演 等等 好 那这些属于动作构图的 你可能三角架在那边 好 呃 对好东西 等待时机按下快门 好 那这边要提醒同学 只要你去做动作构图的话 请不要让你的景况里面太满 好 不要太满 大概你最多占三分之二就够了 好 那为什么 因为你要预留移动的空间 移动什么的空间 移动视觉的空间 好 这样子你对于这张照片才会有一个期待性 它是动作的 它是跳跃的 如果你让它整个填满的话 好 你只是capture到一个形体而已 好 那就比较可惜了 好 那这些综合元素跟同学 谈到这边 好 空间摄影与运用 我们这个单元设计元素的在探讨 好 呃 跟同学分享很多基本基础 好 再做一个复习 那希望同学在 呃 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 有更多不一样的思考 谢谢大家 对呀 对呀